在这一节我们将介绍几款木马清楚的好帮手 第一个就是Windows进程管理器 Windows进程管理器是一款专门用于进程管理的工具 具有进程查询、进程管理、端口访问查询、系统性能及信息等非常强大的功能 运行Windows进程管理器 即可打开Windows进程管理器主窗口 在其中列示了当前系统中所有的进程的运行情况 在系统当前进程列表中显示了系统中所有的进程 如果想查看一个进程的详细信息 在Windows进程管理器主窗口中选择一个进程之后 单击描述按钮 就可以在描述信息窗中将该进程的详细信息描述出来 另外在Windows进程管理器主窗口中 如果想查看进程模块情况 即可在选择一个进程之后单击模块按钮 显示出所选进程的模块情况 右击选择的进程之后 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即可对进程进行多种操作 如果发现选择的进程是一个病毒或者木马 可以立即选择结束进程菜单向停止该进程的运行 在本例中可以看到一个用蓝色标示的进程 它属于一个未知进程 可以在描述信息窗中发现抱歉没有找到该进程相关信息的提示信息 单击右下角的进程补完计划 即可了解该进程的详细信息 选择系统信息选项卡 可以对系统的有关信息进行查看 还能坚持内存及CPU的运行情况 此外 Windows进程管理器还具有进程监听的功能 可以发现它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进程管理工具 第二个清除木马的工具是超级兔子 超级兔子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系统维护工具 可以清除大多数的文件注册表中的垃圾 同时还用软件卸载功能 超级兔子清理网的使用方法如下 第一步 在超级兔子主窗口中 单击超级兔子清理网清除垃圾卸载软件按钮 即可打开超级兔子清理网窗口 在清理方式中 有专业卸载、标准卸载和清除系统三种清理方式 第二步 专业卸载方式实施软件会自动检测系统 所有安装程序都会显示在右侧的列表框中 要想清楚不需要的程序 只需勾选程序前面的副选项 第三步 如果使用专业卸载方式 无法将可疑程序完全清除掉 这可以使用标准卸载方式 在该选项中需要使用智能卸载选项卡 第四步 用户不管是对文件进行哪种操作 输入一些用户名和密码 或是往上冲浪时 都会留下一定的实用痕迹 间谍软件 就有机会利用这些记录 来寄入用户计算机 选择清理方式 下达列表框中的清理系统选项 即可在右窗格中 对这些系统记录进行清除 选择完全清理不选项 单击下一步按钮即可进行清除 另外超级兔子怀有爱意修复功能 超级兔子爱意修复专家的使用方法如下 第一步 在超级兔子主窗口中 单击超级兔子爱意修复专家按钮 即可打开超级兔子爱意修复专家窗口 第二步 选择检测与修复下达列表框中的快速检测系统选项 即可开始自动搜索系统中的 可疑程序 在检测完成之后 如果有可疑程序 单击一键清除按钮 即可将所有可疑程序清除 第三步 选择一键修复功能 即可自动清除 一支的恶意程序即木马 对爱意进行修复 第四步 选择全面修复爱意功能 即可识别 并清除恶意网站病毒 超级兔子上网精灵的使用方法 第二步 选择爱意保护下达列表中的安全防护选项 即可打开安全防护组合框 选中右侧安全防护组合框中的所有副选项 第三步 如果确定用户 细算机种存在被恶意程序 修改的网页之后 单击立即清除按钮 即可打开超级兔子爱意修复专家 进行修复 第四步 选择爱意保护下达列表空中的爱意免疫选项 即可打开爱意免疫组合框 第五步 单击禁止弹出爱意插线的安全提示 注册标右侧的详细设置按钮 即可打开禁止安装 ActiveX对话框 单击推荐按钮 即可弹出一个所有类别推荐成功对话框 单击确定按钮 第六步 勾选列表框中的所有副选项 这样在浏览网页时 就不用安装这些常用的爱意Active插件了 连续单击几次确定按钮 应用设置即可 第七步 第七步 选择选列表框 即可开启所有的功能选项 此外 超级兔子怀有超级兔子安全住手 超级兔子系统检测 超级兔子系统备份 超级兔子任务管理器等多项功能 再来一步 再来一步 再来一步